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百多年来 香港总是在见证逃难 求生和离别 以前目睹很多人一批又一批从中国大陆逃港 后来又看着本地市民因为忧虑迷惘甚至恐惧而离开这个城市 现在时间又过了五年 香港经历反修例运动和国安法落地 每日都在此剧变 移民潮再现 今次还来得比九侧之前更加兇猛 不知道纪录片中的主角今早又在何方 今天我们重温这篇报导一同感受香港人的心声和命运 一日之前 我刚刚在纪录片里面见到21年前的Mabel 画面是1996年的香港 她戴一副黑框眼镜 坐在南桂坊的山边路上 当时她在美国回到香港刚刚满十年 在本地报社做记者 对香港前途问题几有看法 她觉得英国人和香港不过是一起赚钱的关系 而中国很陌生 即使她的爷爷伯母来自中国东北 Mabel当时对着镜头说 九七之后看看可不可以再忍受这里 或者自己想不想留在这里 很快香港就要主权移交了 她的决定无灵两可 这出纪录片名为令喜怒造之耳朵痛 简称令喜怒造 拍摄了九七前夕一些香港人或者家庭的选择 走 抑或留 为什么 导演尤静说她捕捉的是一群飘浮的香港人 有些举家移民 有些回流香港 决定的背后是隐隐的不安和复杂的身份认同 纪录片在1997年6月4日在香港首映 转眼2017年20年过去了 片中人物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997年的问题答案还是不一样 我看回当年的纪录片想问一下片中人 和当年一样的问题 走 还是留 为什么 我打电话给Mabel 她跟我说 二十年了 你都还找到我 我还在香港 这个本身都是一个statement 和Mabel说完电话之后一个钟 我在上环的七一巴见到她 我们围住一张高脚小圆桌 她熟练地叫了一杯福特加 早年她是这间酒吧的傻客 近年少了来 54岁的她现在是一间本地名校教英文 有空去做义工照顾流浪猫狗 说起时局变迁 她被1996年沉静了很多 她绝了影片拍摄 她说我不去游行不代表不关心香港 是不是 小圆桌的另一边 是这间酒吧的老板 玛丽华Grace 同样是另起楼做的片中人 64岁的她是香港老文青 一直心是社会运动 90年代初 她曾短暂地逃离香港 把一对子女都送去多伦多 小朋友留在那边 自己就在九七前回回来 守住酒吧 那天是星期五的晚刻 2017年6月2日 戒了烟很久的Grace 忍不住吃烟 她说最近很depressed 特别是见到 扎德纲的言论 她说什么话 总之香港的权都是我给你的 我给你就有 不给你就没有 灯光昏黄 她登大对眼继续说 最近又开始想走不走呢 年纪大了 加拿大的家人都叫我回去 而且在香港 好像都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 那一晚酒吧特别热流 做媒体的 搞社运的 文礼圈的 人流穿梭不止 深夜十一点 长毛两个红都来了 几乎每个人都要跟Grace 说回几句 很多人早在九十年代初 就开始帮衬Grace的酒吧 在她仍是六四巴的时候 六四巴在南桂坊一带 是Grace和另外六个股东一起搞的 1990年12月开张 2004年结业 名字一半是为了紀念八九文运 另一半是向Beatles首歌 When I am 64 致敬 Grace记得在九十年代 六四巴都是文青记者和社运人的基地 他们喜欢在这里吐口气 聊六四 聊香港的未来 都聊一下移民 导演尤靖说 九七之前 大家都不知道 香港会变成什么样 九十年代的香港 非常漂泊 八十年代 大家曾经看到希望 中国逐渐开放 香港有望民主回归 但1989年的天安门 血腥变故中断了这份期盼 九十年代初 香港涌现移民潮 几乎每一年 都有五六万香港人移民海外 尤靖都在八九文运后 申请到纽约读书 后来留在当地教书 拍纪录片 参与同志组织的活动 表面如如得水 但心里会忍不住想 九七就来到了 自己以后还回不回香港 那几年 他经常去美国和加拿大的城市 参加电影节 每到一个地方 总会发现在当地人眼中 香港人是怕共产党 怕九七 政治冷感 没有勇气承担历史 所以离开香港 又或者是很厉害的 为了赚钱炒楼 所以斩杀别人的树 来起楼 尤靖一口气 罗列当时香港人留给世界的黑板印象 但是不是真的这样 他不甘心 开始在旅行途中 带着摄影机 每到一个地方 就找朋友介绍当地的香港人 问他们 你为何移民 为何回流 觉得自己是哪里的人 尤靖找到Grace的时候 Grace决定带着两个几岁大的小朋友 凭着狐狸秘书的专业资格 移民多伦多 政治上的恐惧在一方面 更实际的是为了小朋友的教育 他说 如果大家生活得好好 只是去看别人如何被杀 那种无助感很大 移民 洪流滚滚 邓尤靖都发现有逆流行走的人 1987年 在加拿大读完大学之后 24岁的Mabel 决定回香港做事 但回来之后 他的心态始终是 不知道什么时候订了机票又可以走 所以他在香港家里的东西很少 一小时之内都可以收拾搬走 1992年年底 一对知识分子夫妇 丁南桥和何之君 都带着八个月大的女儿 先后回到香港 他们两个一民一理 之前七年在美国读书 丁南桥读数学 何之君读性别研究 后来留在学校教书 岁月正好 丁南桥在镜头前回忆说 有一天在美国教书 課堂气氛很好 回家的路上 他感受到一种满足感 但转念又想 美国是一个富庶的国家 我为美国学生作出贡献 其实是感受添花 可能还有些地方 更加值得我去付出 可能是中国大陆 可能是香港 香港和自己 似乎有种斩不断的彼此需要 这种愿望越来越强烈 丁南桥夫妇最终回来 但回流之后 他们始终又担忧 纪录片拍摄于1995年 何之君 刚刚去了北京世父会开会 他发现会上有大量公安 公然对着参加者拍照、拍片 他发现他们很善于做一些客人的事 他说 如果你在他主权下面的一个公民 生活经常受到这种缺制 久而久之 他想如果香港未来都变成这样 就相当可悲 在尤靖的镜头前 每个人的选择都殊为不宜 尤靖说 背后只是香港人身份的吊诡性 一方面 对于香港这片土生土著的地方有一种认同感 甚至价值观念深深藉根于香港 但这种价值观念 亦和中国有千丝万流的关系 有时候矛盾 有时候又非常亲密 尤靖当时没办法预料 香港未来会是怎样 他可以做的 只是捕捉1997前那个 很不安心 不肯定自己是哪里的香港 尤靖说 他没有想到最后全部人都回到香港 2017年5月31日 我们坐在元朗Yohu 2期的一间cafe 聊天 这里几个月前刚刚启用 连同Yohu 1期 占地110万平方尺 成为香港西北角最大型的购物商场 过去20年 香港见证了大商场的蓬勃抗章 贫着金融和零售行业 人均GDP增长了67% 但与此同时 楼价都比1997年高出了76% 年轻人望尘莫及 在2016年 标志着贫富差距的坚尼指数 上升至45年来的新高是0.539 另一边 民主政改的落空 和越来越倾斜的一国两制都令人窒息 香港好像卡在阴霾当中 说起当年片中人全部回流 没有再离开的原因 尤靖说 可能大家都是对介入社会有兴趣的人 移民多伦多之后 Grace不习惯 始终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她更加挂着六四巴和一帮朋友 最终在1996年回回来香港 把小朋友交给多伦多的妈妈和姐姐照顾 自己不时去加拿大短住 当年在温哥华 仍是学生的邓翠志 Dennis都回来香港 八九文云过后 当时读中午的Dennis 被恐惧的妈妈送去温哥华留学 两三年后 全家移民 Dennis一边吃着牛肉面 一边语粗飞快地和尤靖说 我爸爸说过 如果我回中国工作 第一个拉他坐牢的一定是我 他说 你这么多话说 皮里啪啦乱地说 肯定拉你 2003年年底 31岁的Dennis 一个人回到香港 当时SARS刚刚过了 亲友都劝他不要回去香港 Dennis没有听 Dennis说 作为一个女同志 他很想知道 如果他没有离开香港 他会变成什么 他会不会像现在这么大胆 或者一样在做现在的事 他特意征识了邮政意见 受到对方鼓励 最终决心回香港读博士 在当地研究女同志的议题 而尤靖本人 亦都是因为这出纪录片的拍摄 和片中朋友的选择 在1999年回来香港 进入当时的香港理工大学 教授当媒体设计和文化理论 他说自己希望 好像丁南桥夫妇一样 回来香港 在熟悉的华语地区 做些事 对这班人来说 回来意味着一种选择 他们选择 若自己未知的命运 和同样未知前路的香港 相连接共沉沸 丁南桥和何志军夫妇 直接走在行动前线 他们一个在香港大学 数学系副教授 一个在香港理工大学 社会科学系副教授 但除了学术研究 和上堂教书之外 他们都投入大量时间 参加社会运动 何志军身材瘦小 说话坚定有力 2003年50万人七一大游行 反高铁示威 反国教运动 以致雨伸运动 他从不缺席 2012年中学生发起反国教运动 59岁的他以绝食助力抗议 2014年大学生发起公民抗明 提前占中 何志军都通宵坐在人群中 最后被捕扣留12个小时 而丁南桥敦后稳重 回来香港后 成为一个非主流的数学老师 和太太一样 经常投入社会行动 雨伸运动期间 他支持学生罢课 去到占领区教书 他不相信数学只是一门纯科学 创新地开放 讲数学和社会公义的关系 业余的时间 他负责进一步出版社的编务工作 出版关注香港政治制度发展的书 在急速变化的香港途径中 他们两个成为坚定的社运战友 而在上环山路上 Grace都还是守住那一间小酒吧 2003年六四巴结业后 Grace曾用Richard这个名字 开始新酒吧 予以备证 休养生息 一个朋友不同意 说不应退却 推荐改名七一巴 纪念五十万香港人上街 七一大游行的勇气 2004年 七一巴就在荷里活道上正式开业 这里从来不只是一间酒吧 Grace在这个空间 一间举行放映会 新书发布会 偶然借给蛇魂人士开会 每逢六四个一日 这里必定不做生意 但是酒水照又提供 所有酒钱都捐给天安门母亲这个组织 Grace说 香港太缺少空间了 很多东西有了空间就自然生长出来 每逢碰上示威游行社会抗争的日子 酒吧的夜晚就特别轻和 聚集了各路来宾 他说 或者那个时候 大家特别需要抒发、吐气 丁南桥河之君夫妇不同 Grace和她家七一巴 在香港高压艰难的这几年 成为了安静的陪伴者 Grace说 酒吧就是a bit of everything 自己在七一巴见到社会百态 近年特别有趣 有爱国人来问她 We don't eat much better If Hong Kong would still be ruled by the British Grace会骂回头说 Fuck off, that's not the point 也有大陆人会发表评论说 政府说什么你们都要听 Grace说自己不会理这种死路跟的人 又有本地年轻人说 一定要武力赢得港独 Grace会在酒吧大叫一句 如果有一天你们得逝 你们都会像共产党一样的 主权移交二十年 大家对香港前途的看法越来越分化 对中国的想像也都越来越不同 Grace自己生于1953年 中学的时候刚刚撞正反殖思潮 那时对中国有很浪漫的想像 一度想去中国乡村二教英文 她都参加一个保钓行动 曾经还想过可不可以去参加越战 在八十年代读大学的邮静 亦都经历过这样的时期 1985年 邮静和一个女同学 两个人一起环游中国大半圈 从广州坐火车经上海去北京 又坐飞机去成都和狗仔沟 去认识遥远又亲近的中国 今天Grace都认定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就已经完全没有兴趣去参与大陆的改革 现在是完全不想回去了 她说她说不清楚这个是怎么改变的 只是现在的中国政府对她来说变得陌生又恐怖 提起中国她马上想到的是空气污染 食品安全和强权统治 但有深港边境的变迁和高铁一地两检等等问题 丁南桥思想上的变迁就更加巨大 她的爸爸是国民党军人 1949年中共建政前夕逃亡来到香港 帮自己的儿子改名做南桥 意思是南方的桥文 1976年考入香港大学数学系后 她熟读中国历史和文化书籍 政策三项纪律八大主义等红歌 丁南桥说 对比起高度资本主义的殖民地香港 当时声称走共产主义路线的中国 代表着一种更进步的制度 她相信当时的论述 苦难的中国终于有了明天 后来去了美国留学 她还订很多中国集资寄到美国 让自己多点了解国情 她说有一个时期她会觉得 其实她在香港长大只是因缘制会 如果不是因为爸爸妈妈在香港 她可能就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 当她带着这份中国情意 结婚到香港之后 各种变迁不断颠覆她对中国的想像 丁南桥说 或者我们从来都不够认识中国 主权移交之后 一国两制的落实情况令她失望 香港一直说是没有民主但有自由 但现在的自由越来越收窄 坐在旁边的何志军忍不住话 就好像中国政府在驱逐你等你离开她 何志军有这种感觉 就是中国政府不再是以前她认识的 那个真是为民众服务的政府 回到香港定居之后 丁南桥开始反思大家的各族认同 慢慢产生怀疑 近这几年她和何志军的想法都有了改变 比起国家和民族等因素 他们现在更倾向以价值理念 作为身份认同的依归 丁南桥笑着说 如果一定要问她是哪里人 她可能会说自己是地球人 如果你说这样的答案太奸诈 比较准确地说 她会觉得自己应该是香港人 假如回到1992年 她还会不会选择回香港 丁南桥陷入了沉思 她说可能还是会回来 说不是 但我会理性地考虑 我在一个地方工作 是不是适合 那个地方是不是接受我 是不是很有意义 而这个意义不是无条件 因为我是所谓中国人的身份 而带来的意义 而是经过思考的理性的 无论对于中国大陆 还是香港 Dennis始终抱着新奇的眼光 他目前在香港大学社会学系任教 在他的班上 大陆学生越来越多 而回温哥华探亲的时候 很多原先来自台湾 香港的邻居 漸漸都换成了中国大陆人 中国是一个大家 越来越扰不开的因素 Dennis说 如果以后长期住在这里 某程度都要明白 如何和越来越多移民 去香港的大陆人共住 他说他都在学习 如何和大陆学生讲述六四 亦都在他们口中了解大陆一线二线 和三线城市的差别 同时 他都在学习了解香港 2011年 他在女大陆教授手中 接规了香港史这堂课 他看了很多书 他说自己要去学习这里的故事 才知道这个故事很复杂 永远都学不完 到现在都是 某程都有相似的感觉 在统一平静的表面下 香港有复杂的机理 即使主权移交20年了 这里的人对香港自身 对中国大陆依然不够了解 在他眼中 大家要去加深认识是改变的基础 他说作为知识分子 我们别无选择 不过Grace有一些灰心喪气 除了大事局的变迁 生活都处处逼人 酒吧的租金每两年就上升一次 近来又因为牌照 晚上11点就要关门 经营一点都不容易 2009年他患上乳癌 身体不好 酒吧前前后后开了 最近26年了 他开始想 不如把酒吧交给年轻店长打点运作 自己回去多伦多陪陪子女 丁南桥和何之君 不久之前都退休了 不过他们都打算留下 在能力所及的地方努力 因应本土研究社 香港民间学院的邀请 丁南桥开始在湾仔的福德楼 开设民间课程 讲数字迷信 来听说的很多都是放工之后辛苦赶来的打工仔 但想不到教书都会遇上教育局阻止 说这些课程违反教育条例 丁南桥说起这些事又反而很平静 他说有机会教书的时候就教书 教不了他就要写文章反驳 自己年景大了 我不觉得需要执着在这一刻 有些事要长命做 尤正觉得 比起1997年之前 这一刻的香港更迷惘和不安 经济上少了优越的 民主进程上都难以带动中国大陆 就连自己都停步不前 但是他都还是想留在这里 他爽快地说 他回到香港差不多18年 觉得这个是他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然后又补充了一句 当然一生人之中都做了很多错的决定 只是这个比较正确 Dennis就没那么肯定 他喜欢游离在社会的边缘 感觉在边缘能够更加看得清社会白财 45岁的他最近重新看了一次另起楼造 他见到1994年的自己 当时他在温哥华 收生活力充沛 投入童子运动 协助艾滋病感染者 每日24小时都拿着手机 听热线电话 Dennis说 有时他会在想 他应该要变回紀錄片中20岁的自己 才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丁南桥就说 会不会死守在香港呢 我又不敢这样说 如果香港到了一个很差很差的环境 你发现做不到些什么 做什么都是徒劳的话 我不一定还会留在香港 憑着自己的力量 如果有什么地方能够付出 能够有意义地度过如下的日子 丁南桥就说 他希望这个地方还是香港 你也会做不到 请问你 在读题后 提供